今天是到里士本的第二天 一大早我们八点钟就订好闹钟起床了 然后就来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地我们住的酒店就走路大概五分钟左右 在火车站买好了来回新特拉的火车票 票价大概是每个人来回五欧元 半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新特拉 到了一问才知道今天新特拉因为气温高 火灾风险大 所有的景点都关门了 昨晚我们网上查到的只是一个景点关门 他们官网更新比较慢 也没办法了 我们只好掉头坐火车回到里士本火车站 然后我们改变了计划 今天来到了贝伦区 贝伦区其实离老城区也不远 打Uber就十几二十分钟的路程 我们大概花了有13欧元左右 给了几块小费 如果是用Boat打车的话会便宜一些 但是我懒得再去另外下载一个APP了 贵就贵一点吧 这是贝伦塔 贝伦塔的景点不算大 可能正因为整个塔比较小 所以它只有一条通道 整个景点没有什么看头 但是排队的人很多 我觉得在外面逛逛就好了 这边真没有什么不要进去看了 因为我发现如果你想每个景点都要看的话 每个地方都要排队至少一个小时 哪怕是你在网上买了门票 一样要排队 贝伦塔修建于葡萄牙文艺复兴高潮时期 是为了防止外来入侵 防卫里士本和它的港口 在大航海时代 也是航海家们的起点之地 贝伦塔位于里士本的西南角 如果你有充裕的时间的话 到这里来看日落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离开了贝伦塔 走路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到了发现者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高度是52米 呈帆船形状 非常震撼 15到16世纪 葡萄牙的航海家学者们 以及很多商人们都从这里整装出发 扬帆起航 开启了他们称霸海上的大航海时代 发现者纪念碑的首航位置 是恩里克王子 在他的东西两边 均雕有32名航海时代的航海家 导航员还有船教室 碑人区最值得来的景点 应该就是这个里士本修道院了 修道院是里士本的热门景点 看一看这排队的人流 我们其实已经提前在官网上买好了门票 但是也得排队 37度的高温下 我被这长长的人流吓到了 决定先去打卡里士本的白年菩萨蛋塔店 修道院旁边就是大名鼎鼎的 菩萨鼻祖蛋塔店 蛋塔就是由这座修道院的修女们发明的 既然我已经来到了里士本 一定要打卡这家最正宗的贝能蛋塔 其实美食这个东西 每个人的体会真的不一样 说起蛋塔 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澳门的普塔 之所以叫普塔 是因为澳门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而蛋塔也是从葡萄牙流传到了澳门的 在澳门吃过普世蛋塔的人到了里士本 一定会来打卡这家普世蛋塔的发源地 在排队的空隙中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价格 其实价格真的都不贵很便宜 现在这家百年普世蛋塔发源地 每天都是门庭若市 来这里打卡的朋友们要看清楚 它是有两条队可以排的 一条是在柜台买完就带走的 另外一条是排队进去坐下就餐的 我们大概排了20分钟左右就能到我们了 我点了三个普世蛋塔一杯咖啡 另外还有一个类似毛巾卷样的东西 里面是夹心的杏仁味道的 我还点了一个树皮卷 蛋塔店里面很多很多拍照打卡的游客 他们家的蛋塔还真的和外面卖的 或者是和在阿卫门地区吃的真的还不太一样 蛋塔皮是分层的酥皮 每层都很酥 入口即化 我咬了一口就掉了很多扎到那个桌子上的 它的蛋塔心也不会太甜 确实比我昨天在老城区买的那家好吃很多 我让我老公尝了一口 他也觉得比昨天的真的是好吃很多 虽然里士本有很多蛋塔店 但是这家店还是最受欢迎的 他们店的到处都写着1837年 我纸巾盒上都写着1837年 这样算了 这家店已经有超过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家店是家族经营的方式 我觉得他们家的蛋塔和别家的蛋塔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的外皮特别的酥脆 香甜酥脆的外壳 包裹着含了肉桂和柠檬味道的奶油馅料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来了 里士本都会到这里来打卡 除了蛋塔 他们还提供其他很多的点心和饮料 这个像毛巾卷样的蛋糕 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是里面的馅料我觉得偏甜 我吃了几口 留给我老公吃吧 我老公比较喜欢吃偏甜的 这个像酥皮一样的点心也很不错 也是特别的酥脆 一咬就掉渣 据说现在世界上最值钱的两张秘方 一张是可口可乐 另外一张就是贝塔蛋塔 反正我叫的三个蛋塔 我老公尝了一口 其他的都被我很快就干掉了 如果你也喜欢甜品 来了里士本 请不要错过这一家 蛋塔被我吃完了 另外的两个就剩了一点点 他们家的装修也蛮有特色的 而且空间很大 你三层外三层坐满的人 全世界的游客都愿意到这里来排队打卡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它里面的摆设很多都是老物件 而且墙上全部是很有葡萄牙特色的青花瓷砖 如果住着里面的大厅的话就更加有氛围感 在餐厅与厨房之间有一道玻璃门 你可以隔着玻璃门看他们普世蛋塔的制作过程 好了吃完了蛋塔 现在有了精神了 再倒回来排队 别看我老公每天不怎么吃 他的精力可比我好很多 在37度的高温下排了有十几分钟 我就满头大汗 看看这人流 实际上是太晒了 如果你带着小baby 小婴儿 可以跟门口的工作人员讲一声 他们会放你提前进去 其他的人都得顶着高温 在这里老老实实的排队 最少一个小时 我老公叫我满头大汗 他让我去对面的婴娘处 找个凳子歇一下 然后快冷到我们的时候 他打电话叫我过去 终于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觉得这个排队还是值得的 这家规模宏大的修道院 修建于葡萄牙的鼎盛时期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修道院是哥特市和文艺复兴风格的结合 它是里士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座遗产建筑 我去过欧洲很多的教堂和修道院 然而还是被葡萄牙里士本的 这个修道院给震撼到了 它大气磅礴 又不是精致与典雅 华丽的雕刻技术和美能美奂的装饰艺术 给我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 它始建于1501年 经历了100年的时间才建成 在历史上被称作葡萄牙的七大建筑奇迹之一 你看它的每一处细节都精雕细琢 囊柱可以称得上是精美绝能 金色的石灰石在阳光下简直是太美了 这个景点绝对是值得在烈日下包晒排队一个小时的 今天正好是一个大晴天 金色的阳光傻在中央的庭院上 真的美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连不喜欢拍照的人都会在这里拍个照留影 一楼室内的青花瓷砖也非常的精美 很多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 我当然也不会你外在这里拍几张照留影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